那剛才講到了 其實今天包含了 微博熱搜 百度熱搜 有一個標題叫做 一座鋼鐵廠 看出中賽有多鐵 其實真的 我看了這些資料才知道 剛剛講到的 塞爾維亞是中國在歐洲 真的是一個 歷史悠久的朋友 塞爾維亞是中國在 中歐地區 第一個全面戰略夥伴 塞爾維亞也是首個 真正意義上 對中國免簽的歐洲國家 塞爾維亞是最早 跟中國遷移一帶一路 合作的歐洲國家 所以你說鐵不鐵呢 這個真的是不用再假說 那現在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塞爾維亞跟塞爾維亞 連起來 這個不得了了 這個一帶一路的延伸 拜 抱歉 義大利你真的已經掰了 塞爾維亞帶來了巨大的紅利 從這個塞爾維亞的 首都貝爾格萊德 然後到 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原本呢八個小時 直接變成三個小時 促進共建一帶一路 歐洲發展戰略對接 教授你怎麼看 兇賽鐵路 匈牙利的首都啊 叫布達佩斯 非常非常漂亮 我跟妳講我去過 我在裡面我真是震驚到 問到您歐洲通就對了 我在那個布達看到佩斯的時候 它是兩層啊 然後這個高低不一樣啊 你看那個匈牙利的國會 我跟大家建議一下 他的國會 因為那個是銅座的屋頂啊 所以跟那個匈牙利的國旗 叫奧爾班的表現下 它有三點非常非常特殊啊 就是基本上是跌破大家的眼鏡 匈牙利本身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這是第一個原因啊 所以說呢 再者的匈牙利本身是歐盟的成員國啊 還有第三個重要的是 匈牙利本身的話呢 也是北約的成員國啊 大陸現在利用這個機會 我必須坦白講 那是不是有一點灰色地帶 把它連起來 對 我跟你講啊 這裡頭的大陸本身的輸出啊 就是有關於匈牙利跟塞爾維亞之間的鐵路 能夠做成的話啊 這個是明顯的 在北歐跟歐盟之間的 這個正中心的插了一道口子 插了一道口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塞爾維亞跟匈牙利跟中國往來 其他國家不往來的結果啊 你到時候就看 中國本身在塞爾維亞跟在匈牙利的投資 現在各式各樣 尤其是新三樣跟舊三樣 都會在這邊 當成中國在歐洲地區的網購的發貨地點 能夠合作的空間非常大 而且你這個地理位置 你想想看 在北延伸到俄羅斯的情況 那更不要講 在往南的時候 就是基本上通到中東地區 在大陸的外交也很成功對不對 然後再往西這邊的話呢 法國這次的訪問也非常成功 然後再往東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就到自己 另外一個鐵桿地區 巴基斯坦這邊的 所以說這整個發展的話呢 在歐洲地區 大陸為什麼致力於發展歐洲裡面的 最主要的關鍵就是因為 美國本身在依靠歐洲的盟邦的時候 做出對大陸很多打壓 跟制裁的過程當中 現在明顯的被大陸撕出一刀口證 我希望這個高鐵是由大陸來呈建 因為我在大陸做高鐵的時候 覺得大陸的高鐵實在是太好了 非常的穩啊 好 而且呢 告訴大家有一個最實際的就是 你看到這麼多的廠 去這個匈牙利建廠 我就問哪一個國家不想要 寧德實在在你的國家建廠 不想要比亞迪在你的國家建廠 更不用說其他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一下 各位你知道嗎 中國跟塞爾維亞到底有多鐵 我們來看一下鐵桿的友誼 剛剛講到的鋼鐵廠 絲煤帶雷臥 這個鋼鐵重申 那再來呢 包含了1763高速公路 這個是中國企業在歐洲蓋的 第一條高速公路 然後呢兇塞鐵路不用說了 剛才講到了全長將近350公里 這將會顛覆歐洲 另外就是中國橋 塞爾維亞呢 這個第一大橋 在這個塞爾維亞的這個地方 叫澤蒙伯爾查大橋 它這是中氣在歐洲蓋的 第一座大橋 2014年通車 你看你自己看一看 這個是這一座橋 多麼的長 多麼的距 這些公共建設你知道嗎 這些基建 不是每個國家做得來的 而且要做得好 好那這邊剛跟大家說過了 中賽的發展 2009年開始 就已經宣布戰略夥伴關係了 在多久之前啊 好 導播你再給我回過頭來 剛才那一張 然後更不用說了 在奧運的時候 北京奧運的時候 哇塞爾維亞 這一個挺啊 好來接下來 哪一些國家在匈牙利呢 中國的企業 這一次習主席去了法國 玉女政運教授 他講到一個重點 習主席一聲唯下 支持中企到法國去投資 是的 所以來看匈牙利 匈牙利外交部長 他講得很對 彼得 他之前說 我們不打算成為世界領導者 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領導者 比亞迪 未來汽車寧德時代 華友孤葉 全部都到匈牙利去設廠 這個華友孤葉 我還特別給他搜了一下 他在疫情的時候 增加翻了四倍 為什麼 菇是離電池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料 增加電池效率 連結到電動車 都得要用啊 您怎麼看呢 接下來 歐洲 我坦白講 這個我一直在強調 因為我對歐洲特別熟 所以我在那邊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覺得歐洲 它的本質上來講的話 它並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整體 它還強調這種分治的觀念 要有自己的想法 基於自己本國的利益當中 最圖書的就是這三國 第一個 法國本身有這個圖書的 獨立自主的傳統 匈牙利本身來講的話 是發覺 索羅斯在布拉佩斯 所投資的中歐大學 包藏獲薪 這個奧爾班 奧爾班本來原來是領了 索羅斯的這個經費 到英國去讀書的 那現在突然發覺 這個問題好像有問題 那塞尾維亞不用講 塞尾維亞最近 我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塞尾維亞為什麼被搞得這麼慘 因為那個科索窩的問題 但是最近有個消息 就是去年的時候發生 科索窩的話 本身在欺負塞尾維亞 因為小國要欺負大國的時候 整個西方國家 並沒有非常支持科索窩 給塞尾維亞的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塞尾維亞本身 跟中國這種鐵桿交情 是拉不回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發覺要改變這種情況 必須要能夠做一點事情 讓大家了解到 因為塞尾維亞跟中國的 這種關係的話 你等於是把一個重要的國家 逼到中國懷裡去了 你不要講別的 他的那個交通關係的話 是非常重要 那兩國當中的話 在修這種高速鐵路 或是高速公路的過程當中 以後其他的國家 如果基礎建制非常落後 比如說像阿爾巴尼亞這種國家 像保加利亞這種國家 像羅馬尼亞這種國家的話 他們心會動 心會動 心動不如行動 你就開始直接做事 真的 所以看到了這個 匈牙利 塞尔維亞 透過這一帶一路竄起來 我覺得包含整個歐洲都在看 所以為什麼習主席 第一先出訪法國 然後再來塞尔維亞 接下來就是匈牙利了 那麼當然 離電池不用說 現在全世界誰不要坐電動車 不坐電動車 你怎麼跟得上綠能呢 好 那接下來 匈牙利政府也很給力 他給寧德時代 8億歐元的稅收優惠 還有基礎設施的支持 來接下來 我們來看俄羅斯 就是因為美國逼的嘛 所以呢 俄羅斯大大張手 歡迎中國 好 接下來普丁的這個就職 昨天看了這個就職典禮 哇 意氣風發 他今年已經71歲了 當然大家對於這個普丁 有很多的不一樣的解讀嘛 這次他第五次宣誓 就是就職了 他的任期會到2030年 他直接講了一句話 未來要以俄羅斯國民的安全 利益為優先 然後呢 接下來 普丁已經計畫了 等到習主席這個 訪歐結束之後呢 他就要來了 他要到中國去了 普丁訪北京 5月15到5月16 您覺得這一次會談的最大重點 是不是跟二五有關 這個太重要了 我必須強調 不但是跟俄武有關 這個跟全世界都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事前 這個事情的發生 就是我記得很清楚 在同一天的時候 普丁剛選上不久的時候 俄羅斯本身發生了大災難 就是那個音樂廳裡面 被攻擊的情況 所以俄羅斯本身來講 做了很多的計畫 準備包袱了 但是的話呢 他自己先強調 我一旦當選的話 我要到中國去訪問 第一國 5月15號就來 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中國外交部不願承認 中國外交部為什麼不願承認 因為美國就在看啊 就是你們中國之間 到底好得什麼樣子啊 美國吃味啊 對不對 這不得了啊 因為你知道俄羅斯本身來講的話呢 他這國家 他的需求 是中國剛好要的 他的土地大 他的靠這個海 然後那個海參崴的話呢 基本上的話呢 也讓吉林省用 吉林省到海只差15公里 那海參崴本身變成港口 可以進去出租的貨物 就是增加了北邊一個 增加一個兩港 對不對 海參崴的這個過程 然後這裡頭當中最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整個講起來的話呢 俄羅斯現在 普丁會講這種話 先來到中國來訪問 高下上下關係都很清楚 那麼中國本身來講 表現出的喜歡 因為美國已經提出警告 我不排除制裁 你們重要的幾家商業銀行 把它踢出swift 那中國說你來試試看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可以講 所以說從經濟上的這種聯合 彼此互通有無 政治上的聯合 大家一種共同的制度 都為了老百姓的幸福 為了老百姓的安全 為了老百姓的生活做努力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這兩個大國的聯合 在外交上的效應 而且我覺得非常奇特 就是俄羅斯雖然大家看見它不行 但是有些國家不怕中國 怕俄羅斯怕得要命 就是日本啊 日本也是怕得要命 因為你稍微懂一點歷史 你就會發覺 俄羅斯以前怎麼收拾日本人的 因為我們這邊有很多人常常講 關中軍多厲害多厲害 你知道關中軍的嚇場多慘 全部只給你60萬人送到西伯利亞 回來的時候十幾萬人吧 其他全死了 然後史達林講說 這些人身體太差了 這個冬天都熬不過去 怕死了 真的 所以大家說俄羅斯是顫抖民族 而且這一次呢 我覺得普丁他的這個 每一盤旗下的都很到位 你知道嗎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那普丁是打臉美國呢 他動動這些招 這一次的俄武戰爭當中 我們看到了美國給了武器啦 英國給了坦克啦 俄羅斯給了坦克啦 抱歉現在通通在俄羅斯 怎麼回事 因為全部幹光了 拿回來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五月九號 是俄羅斯非常重要的 他們的V-Day 勝利日 那這一次呢 勝利日 往常來說 大閱兵 紅場大閱兵 這一定要 那通常我們看到就是 俄羅斯有什麼新式的武器啊 英斯坎德爾M飛彈什麼的 今年大家要看的是 到底有哪些武器 被俄羅斯給幹了 美國的M1 你說你多厲害 艾布蘭戰車 M2布雷德利戰車 得志的爆鱷 這真的很丟臉 以後其他國家 還要買這些嗎 英國的赫爾斯基裝甲車 還有的敖犬裝甲車 一共喔 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 都有超過30件戰利品 然後呢 打了這麼久的仗 烏克蘭是彈盡良絕 人也要沒了 然後錢也沒了 而且感覺身邊的朋友 都不太理他了 但是啊 這個月子圈 月教授 你知道莫斯科 這個是閱兵彩排 光是彩排 就已經是這種陣仗了 你要衝場有通場 你要坦克有坦克 你要人有人要兵有兵啊 所以美國這盤旗 消耗俄羅斯 結果最後俄羅斯復活了 消耗了烏克蘭 美國的這個外交政策 其實我也沒有人看得懂 因為原來他有個國務卿叫 國家安全顧問叫布里辛斯基 他就說過 美國的外交政策 只要不要把這個 中俄跟伊朗三國拉在一起 美國其實基本上霸權就無欲 就是沒有任何的焦慮 哇怎麼辦 完全相反了現在 剛好完全相反出現這個結果 因為目前為止的就是中國本身 我有的時候再仔細的想起來 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俄羅斯雖然可能不是個經濟大國 他絕對是個國防大國 而且俄羅斯這種情況 這個國家的民族性格 絕對絕對沒有什麼以核為貴 什麼什麼什麼吃虧就占便宜這一套 他就是你要幹我 我就非把你幹到島為止 這種情況下的話 因為俄羅斯本身來講 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太注意 就所有的歐洲人長相中 只有俄羅斯是特別愛國 尤其是國家快滅亡的時候 你知道俄羅斯 你如果說二十大戰 為什麼他們舉辦這種勝利日 他就這麼強調 因為俄羅斯本身在二十大戰的時候 死了2700萬人 我跟你講我看到很多電影 就是紀錄片當中 當德國本身在清理戰場的時候 屍體一翻過來都是女生 女生都是俄羅斯的女大兵 所以說這個裡頭的 這個仇恨深的 對俄羅斯來講 俄羅斯每一次 因為他們國防部長邵逸谷 有一次講到 因為德國的外交部長貝爾伯格 在講到說是俄羅斯 什麼什麼的 對不起德國的時候 邵逸谷講說 你回去問問你爺爺 你是怎麼樣對待俄國人的 那就說明一切 所以俄羅斯本身來講的話 他有太多的題材 其實俄羅斯的命運跟中國很像 長期來過去的兩三百年 俄羅斯搞不好更慘 都是被人家外族統治的 每一次的勝利日 我印象當中 其實普丁他也是非常重視 他一定會到這個 一個紀念碑前面 送上一朵玫瑰花 如果今年大家一起看直播的話 可以關注這個小細節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俄羅斯也不是好惹的 怎麼樣 你們動完了手是吧 那該我表現囉 俄羅斯沒有要打啦 但是也讓大家看看 你敢就來 首先他亮出了他的底牌 俄羅斯最近在準備 戰術核武演習 俄羅斯是大家公認 他真的會來真的 你知道嗎 俄羅斯不是說說而已 他跟這個金正恩一樣 大家摸不著他的底你知道嗎 俄羅斯伊斯坎德爾M飛彈 他就可以搭載戰術核彈頭 美國科學家聯合會有一個數據 你知道俄羅斯有多少核彈頭嗎 或許比這個數字更多 好我們依照這個數據來看 俄羅斯5977枚 美國5428枚 所以為什麼 其他國家嚇得要死 俄羅斯的軍事專家說 我們要幹嘛 我們就是向西方國家 發出明確的訊號碼 尤其是在我們周邊的國家 你們不要再動我 好那接下來呢 還有在俄羅斯的戰場上 大家也看到 院教授 現在你知道嗎 俄羅斯居然用北韓的火星11 去炸烏克蘭 而且這個是美方的 武器檢察員說的 他說因為裡面有零件 看起來像韓文 然後有外殼印這個數字112 他從這邊判斷 然後這些飛彈優點是 極其便宜 就可以以量取勝壓倒 防空系統 很多人也在好奇 北韓不是被制裁嗎 那北韓哪來的晶片 哪來怎麼做出火星11 雖然說他感覺CP值就比較便宜 可能或許火力沒那麼大 但能用嘛 結果你知道嗎 大家在猜晶片怎麼來的 可能是從導航晶片 電腦晶片 手機襲擊跟汽車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因為整個東北亞的局勢當中 就是沒日韓的話 如果不這樣子 這個大陸有個字叫做 如果是你不自作自受的話 不會把這個中俄潮能夠逼在一起 那麼俄羅斯面對的 烏克蘭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一直沒有放手大幹的主要原因 就是還念及烏克蘭是兄弟之國 所以說大家要了解這種情況 但是現在的話 因為武器也沒有做好準備 炮彈方面北韓就已經提供很多 那炮彈一提供的話 我們不要講別的 北韓最近武器 尤其是核能方面導彈的技術 大幅度的進展 我最近看了大陸上的一個 叫做兩彈基地 就是氫彈跟原子彈的基地 我後來發覺大陸本身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就是在1959年跟俄國分道揚鑣以後 自己在發展自己的核子彈 原子彈的技術的時候 兩彈一新 我跟你講現在我看到的感覺是說 他們越做越小 而且的話力量的話 一個像籃球一樣大 力量居然是廣島丟下的原子彈的四倍 四千倍 非常非常厲害 那這些問題的話本身 我請大家注意 戰術跟戰略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這個原子彈 核子彈也好 本身在發展過程當中的話 你要讓它暫停一下 不能夠隨便發布 你能夠爆出你的數量的話 這個是戰略上就有種威懾的作用 但是戰術是準備要隨時發射的 要做這種演習的話 不管是真的假的話 你一旦挨到這個炸彈的話 基本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俄羅斯為什麼要做這個宣傳呢 就是像這個人所講的 要送出明確的訊號 就是你惹我要惹到一定的限度 我覺得俄羅斯目前為止 動不動就用這種掀桌子的方式 來警告西方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得到一些訊息 這些訊息當中的話 也要藉這個機會 能夠來確保跟中國的友誼 這也是為什麼普京一上台 剛就任沒幾年 進來八號一個禮拜後 他就到中國來了 沒錯 你哪時候聽過 俄羅斯這麼喜歡中國的 說良心話 我在俄羅斯的時候 俄羅斯人根本就看 俄羅斯人自己以為 他們是北歐人啊 那其實他們長的樣子 也跟北歐人差不多 但是俄羅斯人為什麼 現在要是做出這種 跟中國友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要確保 因為俄羅斯現在 只要能夠在南方 跟大陸這邊的邊界關係 能夠確保 他什麼都願意做 主要的原因 這是一個面子問題 戰鬥民族是很要面子的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 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隨便看 有2大多月 我沒 luckily 有2大多月 缺乏 2大多月 我超過日常瀟 會冷卻 如果你 省 有